嗨 大家好 我是朱又勳 今天來參加好好好學校的快用快答 和大家一起感應生命中的理想訊號 你發現自己的理想訊號了嗎 如果你不是作家你會成為 電競選手 分享一個關於你令人意外的事實 我拍好好第一檔影片 跟現在的重量差了30公斤 一件困擾你很久但想不透的事 為什麼我走路走一走就是很容易跌倒 你最想造訪的虛構地點是哪裡 魔界裡面剛躲的首都 最近讀了一本書 最近讀了一本書 《失控的轟炸》 最喜歡的一首歌 李宗盛的《飄洋過海來看》 如果你是一個小國家統治者 你會頒布什麼政策 把所有私立學校全部拆掉 全世界最不適合你的工作是什麼 就是獨裁君主 給以前的自己一些戀愛建議 不要那麼害怕女生 因為他們跟你一樣害怕 請用一句話說明你心目中有理想訊號 就是那種你生命中有經歷過 但你當時不明白它的意義 但後來要閃閃八光的事物 想看更多我尋找生活中理想訊號的內容 請點好好的連結 觀看更多的文章